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昨天也就是1月26号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首个暴雪蓝色预警 很多地区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也有不少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大雨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跃动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2021年的晚波小麦 由于晚波小麦出苗困难 甚至出现了一根针突立五等情况 即使出来的麦苗也只有两三个页 而且大多数是黄苗或者是若苗 常言说的好 瑞雪照丰年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跃动非常有帮助 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 咱们可不可以趁着这个大雪给小麦追肥呢 其实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气温低于零下三度 小麦地上部分停止生长进入运动器 但是它地下部分的根系仍然会继续缓慢的生长 按道理说 播种时没有施氮肥或者氮肥用量少的 比如说麦苗发黄的 可以趁着下雪追肥15到20斤尿素 这样能使小麦的根系有充足的养分功能 根系更加强壮 促使它多以壮苗跃动 到了春季返青时 苗期苗壮 根系发达 为高产打下基础 但是呢这只是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 而且必须是夜洞骤消 而且必须是旱地 只有这样趁雪追肥效果才比较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些地区能够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地面上的大雪缓慢融化之后 化成的水分不会流失 大部分水分下伸到耕作层 但是不会下伸到土壤深层 那么追肥的肥料也就能很好地被雪水融化 同时随水渗入小麦田耕作层 这样肥料的利用率很高 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就不适合追肥 上面咱们说的是北方旱田 如果说在小麦越东西 咱们所处的地区不能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比如说苏晚东南部很多地区 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 就不适合趁雪追肥 在这些地区大雪下到地面上之后 在较高的温度的影响下 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大雪之前不易追肥 那么这一轮大雪之后 可不可以给小麦追肥呢 咱们也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追肥 如果确实需要追肥 咱们也要看三个条件 第一个夜洞昼消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晚上土壤上洞 第二天洞土消融 这样肥料能够随水进入土壤耕作层 避免肥料的损失 二追肥以素溶性肥料为夷 例如尿素 三追肥的小麦一定是正常生长的小麦 如果有冻害或者结冰的麦液 不适合追肥 因为很容易发生肥害 其实近期温度很低 小麦苗的根系生长十分缓慢 对肥料的需求并不大 而当前土壤中的水分也不容易蒸发 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在土壤表层 因此大部分小麦田不必给予追肥 如果说需要追肥 可以等到小麦反清期再去追肥 如果说确实需要追肥 一定要满足上面三个条件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麦哥聊农业 点赞观众 种植不迷路 咱们下期再见 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昨天也就是1月26号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首个暴雪蓝色预警 很多地区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也有不少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大雨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越冬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2021年的晚波小麦 由于晚波小麦出苗困难 甚至出现了一根针 突立五等情况 即使出来的麦苗也只有两三个叶 而且大多数是黄苗或者是若苗 常言说的好 锐雪照封年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越冬非常有帮助 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 咱们可不可以趁着这个大雪给小麦追肥呢 其实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气温低于零下三度 小麦地上部分停止生长进入越冬器 但是它地下部分的根系仍然会继续缓慢的生长 按道理说 播种时没有施氮肥或者氮肥用量少的 比如说麦苗发黄的 可以趁着下雪追施15到20斤尿素 这样能吃小麦的根系有充足的养分功能 根系更加强壮 促使它多以撞苗跃动 到了春季返青时 苗期苗状 根系发达 为高产打下基础 但是呢 这只是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 而且必须是夜洞骤消 而且必须是旱地 只有这样趁雪追肥效果才比较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些地区能够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地面上的大雪缓慢融化之后 化成的水分不会流失 大部分水分下伸到耕作层 但是不会下伸到土壤深层 那么追施的肥料 也就能很好地被雪水融化 同时水水渗入小麦田耕作层 这样肥料的利用率很高 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就不适合追肥 上面咱们说的是北方旱田 如果说在小麦越东西 咱们所处的地区 不能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比如说苏晚东南部很多地区 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 就不适合趁雪追肥 在这些地区呢 大雪下到地面上之后 在较高的温度的影响下 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大雪之前不易追肥 那么这一轮大雪之后 可不可以给小麦追肥呢 咱们也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追肥 如果确实需要追肥 咱们也要看三个条件 第一个夜洞昼消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晚上土壤上洞 第二天洞土消融 这样肥料能够随水进入土壤耕作层 避免肥料的损失 二追肥以素溶性肥料为夷 例如尿素 三追肥的小麦一定是正常生长的小麦 如果有冻害或者结冰的麦叶 不适合追肥 因为很容易发生肥害 其实啊近期温度很低 小麦苗的根系生长十分缓慢 对肥料的需求并不大 而当前土壤中的水分也不容易蒸发 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在土壤表层 因此呢大部分小麦田不必给予追肥 如果说需要追肥 可以等到小麦反清期再去追肥 如果说确实需要追肥 一定要满足上面三个条件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麦哥聊农业 点赞关注 种植不迷路 咱们下期再见 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麦哥聊农业 昨天也就是1月26号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首个暴雪蓝色预警 很多地区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也有不少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大雨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跃冬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2021年的晚波小麦 由于晚波小麦出苗困难 甚至出现了一根针突立五等情况 即使出来的麦苗也只有两三个页 而且大多数是黄苗或者是弱苗 常言说的好 瑞雪照丰年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跃冬非常有帮助 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 咱们可不可以趁着这个大雪 给小麦追肥呢 其实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气温低于零下三度 小麦地上部分停止生长进入运动器 但是它地下部分的根系 仍然会继续缓慢的生长 按道理说 播种时没有施氮肥或者氮肥用量少的 比如说麦苗发黄的 可以趁着下雪追施15到20斤尿素 这样能使小麦的根系有充足的养生功能 根系更加强壮 促使它多以撞苗跃冬 到了春季返青时 苗期苗壮根系发达 为高产打下基础 但是呢 这只是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 而且必须是夜洞骤消 而且必须是旱地 只有这样趁着水追肥 效果才比较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些地区 能够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地面上的大雪 缓慢融化之后 化成的水分不会流失 大部分水分下深到耕座层 但是不会下深到土壤深层 那么追尸的肥料也就能很好地被雪水融化 同时随水渗入小麦田耕荷层 这样肥料的利用率很高 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就不适合追肥 上面咱们说的是北方旱田 如果说在小麦越东西 咱们所处的地区不能形成稳定的洞土层 比如说苏晚东南部很多地区 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 就不适合趁雪追肥 在这些地区呢 大雪下到地面上之后 在较高的温度的影响下 即便是大雪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大雪之前不易追肥 那么这一轮大雪之后 可不可以给小麦追肥呢 咱们也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追肥 如果确实需要追肥 咱们也要看三个条件 第一个夜洞昼消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晚上土壤上洞 第二天洞土消融 这样肥料能够随水进入土壤耕作层 避免肥料的损失 二追肥以素溶性肥料为宜 例如尿素 三追肥的小麦一定是正常生长的小麦 如果有冻害或者结冰的麦液 不适合追肥 因为很容易发生肥害 其实啊 近期温度很低 小麦苗的根系生长十分缓慢 对肥料的需求并不大 而当前土壤中的水分也不容易蒸发 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在土壤表层 因此呢 大部分小麦田不必给予追肥 如果说需要追肥 可以等到小麦反清期再去追肥 如果说确实需要追肥 一定要满足上面三个条件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点赞观众 种植不迷路 咱们下期再见 即便是大雪 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昨天也就是1月26号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首个暴雪蓝色预警 很多地区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也有不少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大雨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越冬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2021年的晚波小麦 由于晚波小麦出苗困难 甚至出现了一根针 突立五等情况 即使出来的麦苗也只有两三个页 而且大多数是黄苗或者是弱苗 常言说的好瑞雪照丰年 大雪对于小麦的安全越冬非常有帮助 同时也有很多朋友问 咱们可不可以趁着这个大雪给小麦追肥呢 其实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气温低于零下三度 小麦地上部分停止生长进入越冬器 但是它地下部分的根系仍然会继续缓慢的生长 按道理说 播种时没有湿氮肥或者氮肥用量少的 比如说麦苗发黄的 可以趁着下雪追施15到20斤尿素 这样能吃小麦的根系有充足的养分空间 根系更加强壮 促使它多以壮苗跃动 到了春季返青时 苗期苗壮 根系发达 为高产打下基础 但是呢 这只是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 而且必须是夜洞昼消 而且必须是旱地 只有这样趁雪追肥效果才比较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些地区能够形成稳定的 冻土层 地面上的大雪缓慢融化之后 化成的水分不会流失 大部分水分下深到耕作层 但是不会下深到土壤深层 那么追施的肥料 也就能很好地被雪水融化 同时随水渗入小麦田耕作层 这样肥料的利用率很高 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就不适合追肥 上面咱们说的是北方旱田 如果说在小麦越东期 咱们所处的地区 不能形成稳定的冻土层 比如说苏晚东南部很多地区 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 就不适合趁雪追肥 在这些地区呢 大雪下到地面上之后 在较高的温度的影响下 即便是大雪 短时间之内也会融化 这就和下大雨一样 容易形成两个不好的现象 一是随地表净流流出田外 二是甚至土壤深层 这样都会形成肥料的淋湿 大雪之前不易堆肥 那么这一轮大雪之后 可不可以给小麦堆肥呢 咱们也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堆肥 如果确实需要堆肥 咱们也要看三个条件 第一个夜洞昼消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晚上土壤上洞 第二天洞土消融 这样肥料能够随水进入土壤耕作层 避免肥料的损失 二追肥以素溶性肥料为夷 例如尿素 三追肥的小麦一定是正常生长的小麦 如果有冻害或者结冰的麦叶 不适合追肥 因为很容易发生肥害 其实啊近期温度很低 小麦苗的根系生长十分缓慢 对肥料的需求并不大 而当前土壤中的水分也不容易蒸发 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在土壤表层 因此呢大部分小麦田不必给予追肥 路